花莲县卫生局11号的上午举办了 筛检巡回车捐赠即启用仪式 由花莲华东福伦社等社团捐赠的价值 1200万元的数位乳房摄影 以及子宫颈抹片二合一的筛检巡回车 县长徐真伟代表受证 也期盼让乳癌以及子宫颈抹片筛检的服务范围 能够由医疗院所深入到花莲的偏乡社区部落 来提高癌症的筛检率 让民众能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花莲县卫生局11日上午举办国际福伦3501地区 全球奖助金GG2098-688 数位乳房摄影与子宫颈抹片筛检巡回车捐赠即启用仪式 由花莲华东福伦社等社团捐赠价值1200万元的二合一筛检巡回车 县长徐真伟代表受证 此盘浪筛检服务范围 深入至花莲偏乡社区部落 提高癌症的筛检率 第一个就是要开子宫抹片的车进到偏乡 第二个要开乳房摄影的车进到偏乡 第三个我们要开X光摄影的车进去 所以其实三部车需要三个试机 三部车需要 每部车几乎跟这个都差不多大 各位可以想想看 那要找到多大的空间把这三部车放下去 放下去之后 整个在这个做的过程中 那其实更是我们的乡亲上上下下车 有些老人家真的不方便 那更重要是因为车子已经真的老旧了 那我们不但在更新里面的设备 那但是所花的成本是越来越大 那因此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我们佛论社 尤其是我们的佛工厂 也争取到全球的我们佛论基金能够回到台湾 回到这个台湾各个县市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有愿就有 有愿就有利 而有佛论的转动 我们台湾一定会很好 再次谢谢大家 也感谢此次的捐助的卤社 以及我们的这个子某车 我相信二合一 让这个车子的功能更强大 而到乡下去 可能可以服务的人次更多 而且更完整 更全面 本次捐赠数位乳房摄影 与子宫及抹片二合一筛检巡回车 由华联华东福人社 刘德创社社长发起 并由国际福人3501地区等各社团 争取国际福人全球奖助金促成 而自110年开始 华联县卫生局将提供华联县妇女癌症筛检服务 将福人社的爱心送进华联县每一个角落 并呼吁符合妇癌筛检资格的妇女相亲 定期接受筛检 确保自身健康 将其守护家人幸福 接着长方言华联师报导